朋友们早,我们今天继续读《少有人走的路》 今天是《冲突的风险》这一节 冲突的风险 爱的最大风险之一是发生冲突时的指责和假谦虚 即我们常常以爱的名义去指责所爱的人 当我们和某人发生冲突时指责对方 就等于是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父亲指责儿子时会说,你最近怎么鬼鬼祟祟的 前台词是,你不应该鬼鬼祟祟的,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有权批评你,因为我就从来都不鬼鬼祟祟的 我是正确的 丈夫指责妻子性冷淡,就会说,你是个性冷淡的女人 你对我的性要求没有反应,所以你是错的 我在性方面是正常的,在其他方面也是正常的 妻子认为丈夫没花时间陪伴自己和孩子 就会指责丈夫说,你把这么多时间用到工作上 你实在很过分,你这么做是错误的 尽管我没尝试过你的工作,可我看得很清楚 你应该把精力用在其他方面 指出别人的缺点,即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你应该做出改变,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批评他人很容易,不仅父母和配偶 人人都可能把批评当成家常便饭 可是大多数批评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不满和愤怒 不但没有启发和教育意义,反而会使局面更加混乱 真正有爱的人,绝不会随意指责爱的对象 会与对方发生冲突 他们竭力避免给对方造成傲慢的印象 动辄与所爱的人发生冲突,多半是以为自己在见识或道德上高人一等 真心爱一个人,就会承认对方是与自己不同的,完全独立的个体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会轻易地对心爱的人说 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比你更清楚怎么做更合理 知道什么对你更有好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旁观者的确比当事人更清楚 知道怎么做才合乎逻辑 旁观者也可能拥有更高的道德或判断力 这时候,他们有义务指出问题的症结 因此,富有爱心的人经常处于两难境地 既要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又渴望给予对方爱的指导 潜于自省,才能走出这种境地 如果你具有爱心,而且想帮助对方 首先必须进行自我反省 确认自己的观点是否有价值 我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吗? 我的动机是为对方着想吗? 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还是处于模模糊糊的假象? 我是否真正了解我所爱的人? 他的选择可能是正确的 我是否因经验有限才觉得他的选择不够明智呢? 我想给所爱的人提供指导 是否是出于一己之私? 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 应该经常反思上述问题 自我反省的基本前提之一 就是诚实和谦虚的态度 正如十四世纪一位英国僧侣所说 诚实和谦虚意味着有自知之明 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会表现得诚实和谦虚 对别人提出批评 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仅凭直觉就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另一种是经过反省 确认自己有可能正确 前一种方式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 父母、配偶或者老师 常常采用这样的方式 这很容易招致不满和怨恨 而不会给对方的成长带来帮助 甚至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第二种方式 给人谦虚而谨慎的印象 它需要批评者首先自我完善 由此让很多人知难而退 但与第一种方式相比 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带来成功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 它通常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也有相当多的人 宁可压抑自己批评他人的冲动 对他人问题视而不见 他们过于谦虚 总是三间其口 从不给所爱的人指导和建议 这种人不具备真正的爱 我接待过一个患者 他长期患有压抑性神经观能症 他父亲是个过于谦虚的牧师 母亲则是一家之主 性格暴躁 甚至当着女儿的面殴打丈夫 她的牧师父亲从不还手 甚至还劝告女儿要遵从耶稣教诲 一面脸颊挨打了 要主动把另一面脸颊送过去 她面对妻子的折磨和虐待 总是保持着绝对的顺从 这位女士接受治疗之初 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她不久后就意识到 父亲的虔诚和谦虚 实质上只是软弱无能 父亲的消极被动 与母亲的专横霸道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父亲不配做她的榜样 另外 她的父亲不曾付出过努力 使她免受伤害 她任凭妻子惩罚女儿 却不敢和她有任何冲突 而且这位女士一直误以为 她父亲虚假的谦虚 母亲骄横的态度 都是为人父母者的正常表现 实际上 作为孩子的父亲 该挺身而出时 却自动退缩 该去批评时 却坚口不严 该帮助孩子成长时 却逃之夭夭 这些完全不是爱的表现 她和没有原则 缺乏理智的批评 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父母爱孩子 就必须指出孩子的错误 而且要采取谨慎 而又积极的态度 他们也要允许子女 指出自己的错误 同样 夫妻双方要成就 幸福美满的婚姻 也要敢于直面冲突和矛盾 彼此成为最好的批评者和建议者 这种原则对于友谊同样适用 传统观念认为 友谊意味着永不冲突 甚至意味着吹捧和奉承 而不是将对方的缺点一语道破 只有没有冲突的友谊 才能天长地久 但是以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关系 脆弱的不堪一击 并不算是真正的友谊 所幸 人们对于友谊的实质 如今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友谊需以爱为出发点 适当的指责和批评 是必不可少的融化剂 这样才能成功构建 持久的人际关系 否则友谊就势必带有失败 脆弱浅薄的典型特征 冲突或者批评 是人际关系中特殊的控制权利 如果恰当地运用 就可以改进人际关系的进程 甚至改变所爱的人的一生 如果它遭到滥用 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 适当地提出建议 恰当地运用赏罚 适时地提出质疑 果断地予以拒绝 这些都可以有效地缓解冲突 或批评的副作用 更重要的是 只有以爱为出发点 投入全部的情感 才能更好地滋养对方的心灵 例如 父母首先应该自我检讨 认清自己的价值观 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 恰当地教育孩子 父母也要了解孩子的个性与能力 对症下药的予以教育 否则就可能跟子女长期不合 想让别人听你的话 就要采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 想让别人满足你的要求 要求内容就不能超过 对方承受的限度 想让对方有所进步 首先就要进行自我完善 这样才能找到沟通的 最佳契机和方式 行使爱的权利 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 有时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 你的爱越深 就会越加谦虚 而不是自私和傲慢 你也会不时进行自我反省 要改变当前的局面 我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 我要凭借什么样的个人影响 我如何断定我采取的方式 对孩子 配偶 集体 国家 乃至人类 有益无害 我凭什么认为我的想法正确 可以把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 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改变对方 我应该怎样扮演支持者的角色 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你面临风险 事实上 不少父母 老师或上司 做决定时 并不会进行自行 尽管他们能够行使批评的权利 却不具备真正的智慧 也没有足够的爱心 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甚至导致消极的后果 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 总是致力于自我完善 让自己具备起码的道德和智慧 然后才会行使批评权 他们深知肩负的责任 爱使他们勇气倍增 敢于面对任何考验 相应的 强大的责任感 会使人更加谨慎而沉稳 也可以这样说 唯有真爱带来的谦逊和诚实 才能使我们勇气倍增 使我们在行使权力时游刃有余 也更加接近我们心中的上帝 爱与自律 自律的原动力来自于爱 而爱的本质是一种意愿 自律是将爱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爱都离不开自律 真正懂得爱的人必然懂得自我约束 并会以此促进双方心智的成熟 我曾经接触过一对夫妇 他们年轻聪明 颇具艺术气质 遗憾的是 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放荡不羁 他们结婚四年 差不多天天发生口角 有时还大打出手 摔烂家具 他们经常分居 并且都有过外遇 接受治疗之初 他们也知道只有学会约束和节制 才能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正常 可没过多久 他们就泄气了 他们无法忍受自律带来的压力 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枷锁 只会剥夺他们的热情和活力 他们喜欢无拘无束 他们不把别人的婚姻放在眼里 认为只有自己的婚姻 才充满色彩和活力 所以他们很快就停止了治疗 又过了三年 他们的婚姻非但没有改善 反而越来越糟 他们也曾向其他心理医生求助过 依旧没有任何效果 他们最终分道扬镳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这对夫妇刻意追求人生多姿多彩 这本身并没有错 但是由于缺乏自律 他们的生活状态必然混乱不堪 这就好比幼儿学习画画 只是随意把色彩涂抹到纸上 表面看上去也许倒也颇具吸引力 但画面其实既单调又乏味 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他们不懂得控制调节和改变 因此画布上没有任何结构和形状 也没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 自以放纵 漫无节制的情感 绝不会比自我约束的情感更为深刻 古单谚语说 潜水喧闹 深谈无波 真正掌握和控制情感的人 不仅不会缺少激情和活力 而且能使情感更为深刻和成熟 人不应被情感所奴隶 也不能把情感压抑得荡然无存 我有时候告诉患者 如果感情是他们的奴隶 自律就是管理奴隶的法律 感情是人生活力的来源 它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乐趣 满足自我的需求 既然感情可以为我们服务 我们就应该尊重它的价值 不过 作为感情的主人 我们却经常犯两个错误 其一 我们可能对奴隶不加约束 听之任之 我们从不给予管理和指示 长此以往 奴隶也就不再工作 而是闯进主人家里 为所欲为 他们搜光橱柜 砸烂家具 不久以后 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奴隶的奴隶 我们被折磨成了 人格失调症患者 就像前面那对放荡不羁的夫妇 把人生变得昏昏噩噩 被内疚感折磨的 神经关能症患者 经常走向另一种极端 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第二个错误 主人担心奴隶 担心感情 造反 因此一旦出现任何征兆或者迹象 就会把奴隶捆绑起来 毒打一顿 甚至施以最严厉的刑罚 结果奴隶们绝望之极 他们消极代工 致使生产力大幅度降低 他们还可能伺机报复 让主人的担心变成事实 奴隶们举行暴动 一举攻占主人的城池 这也是某些人患有神经病 或神经关能症的原因之一 恰当处理好自己的感情 需要丰富而复杂的平衡技巧 需要自我剖析和自我调整 主人要尊重奴隶 感情 提供像样的食物 住所 医疗 及时听取意见 并给予反馈 主人要鼓励奴隶的积极性 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 同时也要把他们组织起来 规定纪律 下达命令 让他们分清界限 明确谁是管理者 谁是被管理者 遵从恰当的规矩 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情感 必须适当的约束 我在前面说过 爱的感觉与精神贯注息息相关 爱的感觉能产生创造性的活力 但如果不加约束 这感觉就会变成逃出牢笼的野兽 它不仅不会成为真正的爱 而且还会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 真正的爱需要自我拓展和自我完善 需要付出必要的精力 而我们的精力终归有限 不可能疯狂地去爱每一个人 也许你会认为你的爱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你甚至可以博爱 并将博爱的范围不停地扩展 这种愿望本身没有错 而且能使你感觉更具激情 可归根到底 这不过是主观异想罢了 我们的人生何其短暂 在有限的生命里 有限的爱只能给予少数特定的对象 超出能力的限制 对我们的爱不加限制 无疑是自欺欺人 到头来 事与愿违 只会给爱的对象带来伤害 即便很多人需要爱和关心 我们也必须有所选择 确定谁更适合作为爱的对象 谁更值得我们付出真正的爱 可以想象 这是艰难的选择 有时还会让你痛苦 你需要权衡多种因素 做出最终决定 你选择的爱的对象 应该能够通过你的帮助 让自己的心智得到成熟 事实上 许多人把心灵藏在厚厚的盔甲里 你想以实际行动去滋养他们的心灵 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最终却无济于事 对于这样的人 应该及早选择放弃 因为你不管如何倾注自己的爱 都无法使对方的心灵获得成长 就如同在干旱的土地上 播种粮食 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真正的爱 珍贵而有限 应该倍加珍惜 妥善使用 我们不妨详细探讨 博爱 广泛的爱 很多人都认为 他们能同时爱许多人 而且是以真正的爱为出发点 还有的人认为 他们只属于某一特定的对象 他们只能与这个人诸连闭合 而其他人都不配作为他们爱的对象 这两种认识 都是对爱的本质缺乏认知的结果 就婚姻关系 尤其是性关系而言 爱甚至完全是排他的 即容不下第三者 多数人的婚姻关系 只允许把配偶或子女 作为爱的对象和爱的基础 假如我们除了家庭之外 还要向外界寻求异性的爱 就有可能酿成悲剧 家庭成员最重要的义务之一 就是要对伴侣和子女负责 当然 有的人不仅在家庭范围内 建立起以爱为基础的关系 而且还坚持认为 他们有过剩的爱的能力 去爱别人 这当然也可能是事实 这种人更想把触角伸到家庭以外 向更多的人奉献自己的爱 这种不爱者在自我拓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 需要具有超出常人的自律能力 才不会误入歧途 诸有新道德一书的圣公会神学家 约瑟夫·弗莱彻 有一次谈到这一问题时说 广博而自由的爱是一种理想 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现这种理想 他的意思是说 很少有人能进行充分的自我约束 在家庭内外都拥有以爱为基础的健康的情感关系 自由与约束相辅相成 没有约束做基础 自由带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爱 而是情感的毁灭 也许你认为 我高估了与爱相关的自我约束 我推崇的生活方式严厉而苛刻 不停地自我反省 时刻考虑义务和责任 这只会把人变成清教徒 事实是 把爱和自律结合起来 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 才能体验到快乐的极致 通过其他方式 也可以获得短暂的快乐 但他们生命力有限 无法让心智走向成熟 只有真正的爱 才能帮助你自我完善 你的爱越深 自我完善的程度也就越深 真正的爱 在促进对方心智成熟的同时 也会让你的心灵得到成长 你会体验到莫大的喜悦 幸福感会越发真实和持久 你非但不会成为清教徒 而且会生活得比任何人都快乐 正如乡村歌手约翰丹佛 在歌曲《处处有爱》中唱到的 我知道人间处处有爱 请你放心地成为你自己 我相信人生可以变得更加完美 就让我们加入这场人生的游戏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个星期六再见